读懂了知智通甲 就读懂了人生 何人读通甲 多谢关注何人读通甲节目 今期我们讲 《唐太宗·李世民》系列的第三集 《金门蝶血》 也就是《袁武门之便》 到了武德五年 即是622年年尾 大唐帝国已经操安 境内的重大军事威胁 都已经掃清 紧盛的刘克塔和徐元朗两支割据武装 亦成了强弩之末 就等着最后灭亡 太子李建成的左膀右臂中允皇归 同鲜马魏征认为 李建成虽然以连长被立为太子 但是跟刚刚以扫平 刘武周王世聪 和斗建德大功 而获封为天策上将军的仪底 秦皇李世民相比 这个优势实在太脆弱 所以 必须设法立功 才能够保住他在东宫的地位 于是 建议他向父皇请子 与四弟李元吉一齐 率兵清招刘克塔和徐元朗 李冤准奏 要打烊这场以石击伦的仗 自然没什么难度 没得六年正月 刘克塔被禽授手 二月 徐元朗落荒而逃 被百姓所杀 不过 李建成这次冷手执个热战队 轻易成功 却为他惹来三年之后的杀身之和 既有的长子的优势 现在又有了平乱的军功 李建成和李元吉坚盟 加快了堆垃李世民的步伐 所用的手段 包括 贵赂后宫妃笨 在李冤尔边吹枕头风 在酒中落毒 加害李世民 千方百计 挖秦皇府的人事长脚 李世民当然对兄长的阴谋了如指掌 但是隐隐不发 只是小心防范 制定预案 等待时机 兄弟如此者般 暗斗了足足三年 父皇李冤在这个期间 左右摇摆 一方面知道长子得不佩慰 另一方面 亦猜忌赤子 功高概赋 一直没有作出 断言的解决 不得九年六月 大唐帝国 建立以来的 第一次 重大危机 袁武门之变 终于以骨肉伤残的方式爆发 六月初三 李世民在步下一再催促之下 向父皇咒报李建成 和李元吉 淫乱后宫 李冤果然 表示 明日审问 第二日 李世民率领秦皇辅属 长孙无忌 屈慈敬德等 伏兵袁武门 李建成和李元吉 虽然已经封闻 李世民会有所动作 但是以为各自辅属的兵马 足以应付 就骑马并肩 经过袁武门 入宫 接受父皇案文 李建成和李元吉来到林湖殿 发觉情况不对路 就撥转码头 想回头 李世民在后面追上来 李元吉将攻射李世民 但是射不中 李世民射杀李建成 屈慈敬德 令七十骑兵来到 杀了李元吉 双方仗士混战 屈慈敬德举起 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 东攻兵 立即溃散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这个时候 李渊正在海池泛州 李世民派屈慈敬德 入宫肃位 控制着父皇 李渊束手无策 任人摆布 接受了肖宇和陈叔达等 朝臣的建议 立李世民为太子 并由他全权善后 李建成和李元吉被辞夺俗席 两人各有五个儿子 全部被杀 两个月之后 李渊下赵传位给太子李世民 自己改称太上皇 从此在宫中 移养天年 直到精冠九年驾崩 没有九年八月夹之日 李世民 即皇帝位于东攻显德殿 改元精冠 传重千古的精冠之子 就此大莫赖开 袁武门之变 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位争夺战之一 司马刚 这样评价 他说 立自选的子之中的年长者 固然是 理法的正道 但是李渊之所以得天下 全是二子李世民的功劳 大子李建成 才干人品 都不像李世民 地位 却在他之上 那就不免会时时感到受威胁 自然就用不得落这个弟弟 如果你冤有周文王 不立八一而立武王这样的子子之名 如果你建成有太白推位于弟弟贵吏 这样的阳国之言 如果你世民有子壮持曹国 而不受这样的接触 则同失操歌之乱又从何而起 既然不可能得到这三者 李世民一开始的时候一忍再忍 等待对方先发难再作反击 以示是非得已 避逼自卫 就算是这样 亦已经有点过犯 但是他更加因为 顶不住布下群起伤逼的压力 而与同胞兄弟刀兵相向 在皇城攻门杀戮 以至留下千古万名 太可惜了 开国定制之君 必然是后世子孙的楷模 大唐的宗宗 元宗 宿宗 代宗 这几朝更迭 都发生过使用武力来平息内乱的事件 世人不免会说 就是因为元武门之变 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 司马刚此论的核心思想是 李世民在元武门之变所做的一切 其他的都算了 就是顶不住下属的疏摆 而士兴杀弟这一样 不能够原谅 这是千百年来 史家的主流意见 但是 我们如果不由于春秋宅被贤者的固有思维 站在历史现实的角度 切身处地 为李世民想想 应该有另外的结论 自古以来为这张头把抄椅 而丧命的人都不知多少 他们死得冤枉吗 我认为 不冤枉 这是他们必然要准备付出的代价 固然 亦有可以暂时免死得以偷生的 例如那位财高八斗的曹子健 但是 李世民和曹丽不同 他们的区别是 曹丽是老豆已死 对手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 李世民是老豆上在自己的命运仲操在他人手中 因为父皇在位 而且立处意向飘忽 李世民是必须杀李现成和李元吉的 理由是 第一 他不能够给老豆立太子有除了他之外的其他选择 第二 他不能够给自己甚至子孙将来的帝位 受到来自宗室的任何威胁 李建成 李世民 李元霸和李元吉 是泰木皇后斗士一无所生的同胞兄弟 元霸早死亦无止止 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之后 李冤的的子就得了李世民一个 到时 储君就得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各有五个儿子 全部在事变之后杀了 那李世民在斩取草根 永绝后患 宗族今后有资格继承写职的 就得他们这一房 我们设想 假如当时李世民不杀李建成和李元吉 而是将他们生禽活足 带到李冤面前 则父皇如何发落 就是一个未知数 就算改立李世民和太子 废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为输一 但是 只要他们 或者他们的后人 一息上传 都有咸鱼翻山的机会 汉孙帝刘病尔 就是显例 我相信 在发烂之前 李世民已经十分慎重地考虑过这些问题 并作出周密的安排和预案 事变的过程和结局 早有剧本 演出 亦堪称原理 司马刚说李世民为群下所逼 实在是看小这位聪明过人的英主 当时没有人比李世民更加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多危险 以及有什么解困的办法 只不过他比其他人更加能够沉得住气 袁武门之变 究其本质 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罪恢禍手不可 他只能够是立处问题上长时间 犹豫不决的离冤 司马刚他们用伦理规范 来评判政治斗争 难以切中要害 李世民以跌月禁门推人同气的方式胜出 是这场政治斗争的最优解 首先 事变持续的时间很短 就得区区几日 没有演变成像西进八王之乱那样 延绵多年的大动乱 其次 波及范围很小 始终都局限在王城之内 没有造成像西汉七国之乱那样的天下运战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是提前九年将李世民这个名骨推上笼座 使得他有23年的时间 为大唐盛世 奠定 坚实的基础 多年之后 李世民对袁武门之变有个自己的评价 将这件事与周初的管塞之珠 双提并论 意思很明确就是 我的师兄撒帝 是为国家为政权的大义灭亲之举 转过来看历史 我觉得 李世民的自我评价 原则上 还是贴切的 司马刚在评论李世民 写李太而立 李自以为太子的时候 说 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 施其所爱 以杜祸乱之缘 可谓能远谋矣 和他凭袁武门之变 大相敬庭 那是不是自我矛盾 虽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司马刚在袁武门事件中 没有看到大局的需要 而是以伦理道德的标准 来苛贼李世民 散发出强烈的 饿死是小 失智时代的宋语理学味道 唐太宗李世民系列之三 金门跌血 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讲之四 团队得力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